各位大家在今天上面看到一封信 相信是一位教授寫给他们大学的校长 他说为一个英国来的博士生说话 这个就是寫给Cornel University 因为这个博士生近期在Cornel或其他美国大学中 发生的抗议活动之中 因此被学校停了博士的课程 写这篇信的教授本身是犹太人 他也是在以色列的地方出生 他说一定不能将两个概念混为一齐 一个概念当然就是反犹太人的复国主义 和反犹太 这是两回事 好像他这样 他就是反对复国主义 而他自己本身是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 在以色列出生 很明显他自己不会反自己 因此他只会对那些在过去几十年 在土地上实行种族灭绝 殖民政策 赶走当地原居民这个政策是反对的 因此他就写了一封公开信 这里我觉得引致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大家应该想一想 就是现在有一部分小撮人 将反复国主义 就是犹太复国主义 和反犹太混为一谈之后 使得很多真真正正的犹太人 尤其是聚居在世界其他地方 并非在以色列里居住的犹太人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位 因为这个说法使得所有人都觉得 是反以色列而反犹太 而主的原因是我们看到以色列政府 在加撒地大 包括整个以色列地区 巴勒斯坦地方 更加这几个月来 在加撒地大发生的暴行 很多人对这个暴行是非常反感的 如果你将这个反感相同于反犹太 所以变成了所有犹太人都造成这种灭绝行为的主角 当然会造成这样 只限在一小撮 就是犯罪分子 包括以色列现在的首相 九份部长和保安官员等等 他们今天做的事 绝对是违反国际法 也都是违反人道主义的 将整个民族由他本来的地方要驱赶离开 而且驱赶完更不独自 是造成大量的屠杀 自从去年的十月七号开始到现在为止 以色列所造成在加撒地大的死亡 已经超过了三万多人了 七万多人流离失所或者失踪 换句话说 有十万人在这次冲突之中 一是不见了又是丧失 这种这么大的破坏 在任何角度来说 都是违反国际法 所以现在国际法庭 应该对这些人 采取国际通缉令 而如果继续 尤其是媒体或者各位 不要分清楚 反犹太和反犹太的复国主义 这个介绍不分清楚的话 会迫使所有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应该要站起来 告诉他在隔离左右 他并不支持 这个现在以色列政府 所行的暴行 现在我相信 全世界的犹太人 你现在被人逼得要做这个公开说明 你不做的话 后果我相信 对你绝对没有好处 因此我希望很多 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可以纷纷站出来 指出我是犹太人 不过我不支持 现在这个以色列政府 在巴勒斯坦地方 进行的种族灭绝 这件事 我期望 未来会更加多 我出现这个教授 这封信 其实只是冰山一角 我很希望 大部分的犹太人 是有理智 有道德 知道什么对 知道什么不对 不要将自己 和这个罪恶集团 现在目前的以色列政府 混在一起 这是我的充心希望